嗨,大家好,我是肉絲,石巾霞 今天呢,聊个好玩的,太好玩了 我相信大家呢,肯定也都是听我给你讲了这个 之后你也会觉得太开心了 啥事呢 这个,泥匡先生不是归天家了吗 然后呢,这个整个华语圈都在怀念他 两岸三地啊,包括海外的华人也都在怀念他 因为他真的是,他是一个时代啊 这个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而且呢,他又是这个四大才子里边 可以说是头脑最清楚的人 然后呢,立场最坚定的人 活得最通透的人 然后呢,这个家庭成员呢 又是这个一个赛一个的 这个引领风骚的人 你看啊,他儿子倪震 他媳妇这个,儿媳妇这个周慧敏 这大家都知道,是吧 我前面也讲过 他妹妹,他妹妹啊,他妹妹艺书 我想肯定很多人都读过艺书的小说 是吧,他们真的是 这一家人啊,都是这个如此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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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 你说风华绝代好像也不太,不太,不太恰当 不是风华绝代 就是,出类拔萃 又太轻了,是吧 特立独行吧 对,他们这个一家子都挺特立独行的 这个倪匡是非常特立独行 倪震也很特立独行啊 然后呢,这个,这个周慧敏啊 这是玉女形象的掌门人,对不对 那是多少,这个,男士 就我的,这个朋友贾家,是吧 贾老师,心目中的这个偶像啊 也就是周慧敏啊 这个,然后还有,这个义书 义书呢,那是师太级的呀 是吧 他义书肯定是这个骨灰粉丝非常多啊 义书写说,写小说也真的是啊 都是主要写那种啊 女性的小说 有那么一点点这个张爱玲的 这个,这个,这个地位啊 在这个,在这个,在这个杠台啊 义书的作品呢,我也读过一些 被称为师太嘛 嗯,所以都是,常说的中国喜欢说的那句话 叫人中龙凤,是吧 那么,所以倪邝先生呢 这个,这个,归回天家呢 这是,真是 我们看这个油管上自媒体啊 几乎啊,几乎啊,人们都在谈论啊 这个,各种角度啊 这个,啊,有谈八卦的,是吧 啊,有谈这个反共的,是吧 啊,有谈这个,呃,这个风骨的,是吧 啊,有谈这个,啊,这个,这个影视形象的啊 比如说他这个,塑造了这个陈真,是吧 有谈武侠的,有谈科幻的啊,卫斯里 然后呢,还有谈的这个,呃,这个,嗯 这个,家庭伦理关系的,是吧 啊,那像我谈的也蛮多的了,是吧 基本上这些我都谈到了,是吧 啊,这些我都谈到了 但是我呢,更,呃,侧重呢 就是啊,谈到他的信仰 也是为很多自媒体人 他们所不知 或者说他们虽知而觉得 这个不重要啊 因为他们不能理解 啊,所以这个呢 还是基督徒更能理解基督徒啊 呃,呃,那么我呢 好歹也算是一个啊 这个知识分子,文人,是吧 啊,所以呢 呃,也是一个啊 这个被称为反贼 其实我不是反贼,真的 我并不反 我并不是专职说 我来反CCP 我觉得他不值得我去反啊 自有天收拾 哈哈,呃,那么 呃,这个 呃,我的,我的人生是 也绝对不会说是 我就致力于反他 他算老几 哈哈,呃,我正眼看他一下 我都输了 哈哈,那么 这个 你想这么热呀 是吧 这么热的热点啊 那你想这个在这个国内 我们看到啊 这个主流媒体啊 然后各种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这个自媒体啊 微博上的啊 这个各界的这个文人 是吧 哎,那无论是哪儿的 也都在微博上怀念他啊 这个是 真的是要怀念啊 特别是 在香港啊 台湾呢 这太熟悉不过了 那么大陆呢 也是 你看我在微信朋友圈 看到我有好多学生啊 他们也都在怀念他 因为他们是读他的科幻小说 魏斯里长大的 啊 我也感到老怀甚畏呀 哈 那么 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人 哎 就是成龙 啊 成龙也在怀念啊 而且呢 是非常非常的感慨的 哎呀 就说 今天这是怎么了 是吧 哎呀 这个 这个 我们的这个泥筐前辈 是吧 竟然呢 也离我们而去了 啊 这是 这个是 那个一代 这个风华呀 是吧 哎 这个 哎 就是 非常感慨 这 这个就是 就写了这么几句吧 而且能看出来 这个成龙 还还是 这几句 还是真的 挺挺真诚的 啊 就是 没整什么别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大词 是吧 完全是从 个人的感情 毕竟成龙是从香港成长起来的嘛 那 他又是拍这种 各种各样的这个 武打的这个影视剧啊 那你想他跟泥筐呢 肯定是有过从的 是不是 啊 那么至于啊 这是各自选择 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那么再说了 好人 谁不爱呀 是吧 这泥筐这么可爱的人 是吧 哎呀 然后呢 这个风流 是吧 哎呀 运介啊 这个 这个幽默 聪明 有大智慧 啊 这个拿得起 放得下 是吧 那 真的成龙肯定是非常羡慕他的啊 所以就 非常尊敬的称他为前辈 是吧 我们的这个 这个才子 是吧 我们的大才子 啊 这种感慨 所以他这里边没有一点什么 说 那种正能量的那种东西啊 没有 就是挺 挺挺发自内心的 挺自然的 就是发了这么一条微博 啊 然后呢 可了不得了 可了不得了 成龙说错了话了啊 然后在他的这个微博下面啊 这个就是群起而公之啊 就是说你怎么回事 你这个立场有问题啊 你不知道倪匡是什么人吗 啊 倪匡是一个这个反共头子 反共急先锋 啊 倪匡是一个啊 就是这个分裂祖国啊 是吧 那倪匡是一个为罪潜逃的逃犯啊 当年呢 这个一 这个在这个内蒙 是吧 这个这个烦烧 呃 这个公共交通啊 把桥烧了 然后呢 说有人开拖拉机 从上面过啊 就掉下去淹死了啊 造成了人命啊 所以他是背着人命 为罪潜逃的啊 你还怀念他 你是怎么回事 是吧啊 哎呀 太好了 这样的事情多发生点 我们大家喜闻乐见呢 是吧 哎就要让这种啊 这个啊 这个这这这种啊 就是出卖自己的人格啊 出卖自己的尊严啊 昧着良心啊 去去跪舔的人 就要让他们尝尝小粉红的铁锤啊 你以为你是安全的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是吧 任何人都不是安全的 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雷啊 随时随地 时时刻刻啊 就是你张学友是吧 你这个跪舔的这个姿势啊 不够优美啊 这个啊 你就会被网爆 是吧 哎 你成龙 你没事 你在上面 你怀念什么泥框啊 是吧 啊哈 啊 你还前辈是吧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所以就要对你进行网爆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一定呢 要让这县世报啊 来得多一点 来得快一点 啊 也好警戒后面的人 真的啊 也好警戒那些还在犹豫的人 也好警戒那些啊 在伺机而动的人啊 可能会能够更之羞耻之敬畏啊 呃 然后就说说这个 可能有人说 哎 施老师这怎么回事 尼宽还有人命啊 哎 这就说起来就是另外一个事了 呃 实际上维基百科呢 也是会被破坏的 就像现在的推特被破坏一样啊 我们现在就有 我非常怀念这个十年前的推特啊 十年前的推特 这是中文推特是还是很纯洁的 没有这么多小粉红 没有这么多带着任务啊 这个在监狱里上网的人啊 啊 那么哎呀 现在这个推中文推特真的是 有时候真是恨不得离开他哈 但是呢 上面又有很多啊 这个能够同声相用 同气相求的啊 这个好朋友 又舍不得 所以呢 就就是发挥我的拉黑大法 啊 凡是我一看啊 就是来进行人身攻击啊 嘴满嘴喷粪 不说人话啊 然后一看点过去一看 哎 就是刚注册的 然后呢 没有任何跟随者啊 然后专门去 去 到各个的啊 就是人的这个推特下 看到闻到味道啊 然后就过去撕咬 这样呢 我就是马上就拉黑 哈哈 哎呀 他只是太多了 真的是太多了 啊 那么就是像推特啊 被小粉红占领一样 维基百科呢 也会这样的啊 那么曾经的就是在2021年呢 维基百科上 尼矿的词条就曾经被被人恶意的篡改过啊 就是说就是说呢 这个说尼矿啊 说他是这个拆了桥啊 然后有这个拖拉机啊 从桥上过 然后呢 造出了人命啊 然后呢 所以他是属于啊 背负着人命 为罪潜逃啊 结果呢 这个改的这个词条很有意思 因为尼矿的词条 在维基百科上都是用这个正体字 哎 就是繁体字写的 可是呢 2021年修改的这些内容呢 确实简化了汉字 啊 所以就很明显啊 就是说这个这个字体都不一致啊 然后呢 后来就又有啊 这个热心的网友啊 然后就拿出很多论据啊 就是有这个香港 香港的一些访谈啊 然后还有一些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作为论据啊 然后还有进行了文本分析啊 就是说那是一条小河啊 那个就是几根木头 那而且呢 你想如果是已经被拆了 那又有谁会开着拖拉机 从那桥上过呢 是吧 哎 那么就是然后又从字体啊等等 然后又提供了香港那方面的一些证据 哎 然后后来呢 就是维基百科经过审查呢 就把那个啊 把那个这个这个掺沙子的啊 那个那个那个内容给他删掉了 又重新修正了过来 哎呀 所以你看啊 这种啊抹黑啊 这种掺沙子啊 无处不在 无处不有啊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对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任何的信息 都不能说啊 我看到看到一个信息 哦 对了 他说的好 是吧 哦 原来真相是这样 那不一定 所以你必须要去查找啊 查找可信的这个资料 查找信源啊 那就是说哪些是可信的资料 哪些是信源呢 这基本上呢 就是呢 比可信度比较权威的啊 这个书籍啊 比方说你要看 你要看香港那边出版的泥框传 对不对啊 就是比如说我我所了解的泥框 是吧 那就是我从香港出版的这个泥框 泥框传里看到的啊 那么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那你要你要从啊 就是啊 这个真实的啊 这个人的口中所讲述 而且还有呢 你要多条信息互相参证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说你要进行 基本的常识逻辑推理 比如说这个字体啊 比如说桥已经拆了 为什么还要会过拖拉机啊 这些是吧 冬天的内蒙古啊 就是说这个 你想这个 就这几十年前啊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你想几十年前 这应该说是六十多年前 是吧 六十多年前 内蒙古的冬天 你想想 那怎么可能还出现 说说说说把人把人淹死 这种情况 那河水都冻得刚刚的了 是吧 所以说这些推理就可以判判断 这是在撒谎 这是在造谣 所以我们平常呢 就是要学会运用这些啊 查考一手资料 查考权威资料 多种信源互参 然后呢 还有运用常识 逻辑判断 这个就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呢 就是啊 从更多的 这个互相抵触的 纷繁无杂的信息里边 然后我们拼奏出 比较接近真相的 其实也就是说 你要有独立思考 要有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 其实是有方法的 这里边要有一个考证的过程 那就是胡适也说过嘛 说我们要 这个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是吧 那么在圣经里边也说过嘛 就是说 圣经就说 如果你接到一个人 跟你讲说 某某人做了什么什么坏事 是吧 那你不是说 他跟你说了 你就相信 你必须要去考察 查考 然后还要呢 有几个人在这里 做一些见证 然后才可以得出结论 所以要读圣经啊 就是又怎么知道 又说到圣经了 圣经是一本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啊 就是你看啊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这我一说工作者的 就想笑啊 这个 那就是 我要读教育学 要读心理学 然后我又是个语文老师 我要读很多 这个文学作品啊 可以说 古今中外啊 然后呢 这个几大洲的文学作品 我都有涉猎 然后呢 我又就是有着比较广泛的兴趣 所以我也读很多 这个比如说 这个社科类的啊 这个历史啊 哲学啊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自然科学的 一些科普类的 因为我以前 就是这个文科啊 那个我是老文科 老文科那个时候 在高中的时候 是不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的 所以我的物理化学 生物的知识 都是我后来自己通过 阅读相关的书籍 然后去弥补上的 哎 就是说 就是你要有这种 广泛的阅读吗 那么 但是当我后来 一遍一遍的 读圣经之后 我发现 啊 只要 读这本圣经 反反复复的啊 认认真真的啊 非常谦卑的啊 非常细致的 去读这本圣经 有很多书 不能说你都不用读了吧 这个真的说 要说绝对点 真的是很多书 都可以不用读了啊 但是呢 当你读了圣经之后 你对很多 其他书的理解 就不同了 啊 你会更加加深 对其他的啊 比如说我对 生物学啊 这个地理学啊 物理学化学啊 数学哲学神学啊 然后呢 心理学教育学啊 历史学啊 经济学 对所有这些啊 政治学 是吧 这还有这个 所有的这些的理解 当我反复读了 这个恩变圣经之后 特别是我从去年的 9月13号到现在 啊 这个八个多月啊 这个就快要九个月了 啊 真的 就是我每天 几乎是每天读圣经啊 然后并且呢 就是在油管上 分享圣经啊 那么 已经呢 就是读完了 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位纪 民术纪 申命纪 约书亚纪 和世诗纪 已经读完了七卷 啊 然后呢 我今天开始 就要读路德纪 第八部啊 路德纪读完了 就是撒姆尔纪上 撒姆尔纪下 哎呀 这样的就花 这个这个就 前十卷就读完了 估计到今年年底吧 那今年结束 不知道撒姆尔 撒姆尔能不能读完啊 啊 真是我 这个是计划 就是整个圣经 一共66卷 我要花费四年 至少要四年的时间 就这样 一步一步的啊 就在我的这个油管上 给大家分享啊 所以你想 我为什么要这么读呢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心血和精力 是吧 没有任何的收入 是吧 就是凭着一种 对对神的爱啊 就是就是也是对大家的爱 也是对我自己的爱 是吧 那一定是一本好书 对不对 你看 你们看我节目 看了这么久了 你应该发现 我不是一个愚蠢的人吧 是吧 我不是一个 就是就是 完全没脑子的人吧 虽然有的时候脑子也经常短路 是吧 我也不是一个心肠 这个蛇蝎心肠 这个这个言语刻薄啊 这个这个心怀恶念的人吧 是吧 那所以你说 我也不是一个就是没看过什么书的人吧 可以说是一个读书人 对不对 你看我做这些节目都是急性的 我要想起什么书了 就给大家推荐 就是我不会推荐我没读过的书 所有我提到的书都是我读过的书啊 而且我很多书 其实真的也没在我身边啊 就是在我脑子里啊 真是读了很多很多书啊 这个我没数过啊 这个不能太多 反正几万本是肯定有的 那么所以说 大家有必要啊 就是你你呢 对我有一些基本的信任 是不是 那么就像我如此的推崇圣经 愿意把我的生命放在的圣经的研读上 你不觉得这真的说明了些什么吗 是吧 所以啊 大家啊 读圣经吧 我推荐这本圣经啊 读圣经吧 然后呢 但是真的是圣经呢 你一个人读呢 很多人可能说真的读过读过 但是真的真的可能是没有理解啊 它经典呢 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啊 不是那么好理解的 别说圣经了 但是如果你读了圣经 你真的理解了圣经 你再去读别的各门类的经典 你都会发现他们都特别好理解了 因为它是根基 它真的是根基 它是人类文明的根基啊 所以大家点开播放列表啊 可以从创世纪开始 创出立民深 约书亚纪 世诗纪到路德纪 我一会儿就去读路德纪的第一章 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读圣经 我们一起啊 彼此沟通 交通啊 这个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开门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 祝福大家